叛岛乌统倒台了!老厨师请吃庆祝变天满月!中国报!China Press Sponsored Links 退休厨师周正川有生之年能见证大马改朝换代的历史,用拿手的面试招待民众。 北海九日训,以为这一生已看不到改朝换代的一天,如今,终于盼到了,我尽我所能来回馈大众。 为庆祝西蒙执政中央满月,北赖才能源一名八十岁老厨师周正川,在本身的住家,用自己的拿手好菜,即卤鸭面、猪脚面、牛腩面及海南炒米粉,于六月九日和十日,周六及周日,早上八十至十一是免费招待大众。 周正川接受访问时说,他的心愿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巫统可以倒台,原本以为没有希望,未料到在509这一天,全马人民将不可能变成可能,509当晚,他为此兴奋到和黑狗皮庆贺。 Sponsored links 之后陆续看到很多人为庆祝大马变天而让大众免费吃,因此也想要用自己的厨艺来回馈大家。 周正川今早准备200人份的美食款待,而前来想用早餐的民众除了是左邻右里,也包括一些看到传单的才能源居民。 周正川 周正川从17岁开始就当学徒,曾在医保的餐厅当时三年的帮厨,距今已退休30年,其妻子在两年前已经没有在小贩中心内卖面。 如今,四名孩子已长大,各有事业,他和老伴准备在住家卖点面过日子,所以就趁着希盟执政中央满月之日先来个热身。 前来想用早餐的民众除了是左邻右里,也包括一些看到传单的才能源居民。